两周前卫生纸涨价传闻引发抢购潮 民众质疑卖场抢一步喊涨 打行销策略嫌疑 公平交易委员会约谈通路商及职场后 公布答案 润发流通事业股副委员有限公司 以误导消费者之卫生纸涨价讯息 进行不实促销 为足以影响交易秩序之期望行为 违反公平交易法第25条之规定 储备处分人新台币350万元罚款 公平会直向大论发不当行销 成了首播开罚对象 但引发卫生纸之乱后 卫生纸售价应声寒涨 三月开始疏结五月花不分品项 涨价约在15%上下 政院赶紧出手 延缓职场提高售价到三月中旬 眼看时间逼近 价格会不会再浮动 公平会不把话说 说死但从官员的谨言顺行 洞长仅能挡得了一时 卫生纸之乱破坏市场供需平衡 公平会虽然罚了一家业者 但掀起的乱象 又岂是一句还在查 就像云淡风轻 欢迎讯息人严聚强 蔡介玲台北报导